晚间最新消息还来关心外交部证实 前外交部长欧宏恋因为肝癌病逝 享受81岁 那么刚接受访欧行程返国的部长吴钊燮 又表达诚挚哀悼 同时只是外交部协助家属办理后事 外交部前部长欧宏恋在10月30号的晚间逝世 享年81岁 刚刚从欧洲结束访问 返回台湾正在隔离当中的外交部长吴钊燮 已经请次长余大雷代表外交部的全体同仁 向欧前部长的家属表达诚挚的哀悼 同时吴部长也指示外交部相关的单位 协助家属来办理后续的事业 外交部指出欧宏恋是杰出的外交前辈 成就令人怀念 欧宏恋过去分享外交生涯的时候曾经说过 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的外交工作 像台湾这么的辛苦 在他45年外交生涯当中 就是在困境当中力求完成政府使命 欧宏恋在马政府执政时期出任外交部长 是我国第一位西语系出身 号称拉美通的外交部长 离开工职之后 也担任对外关系协会会长 中美经济合作策进会理事长 以民间身份持续推动对外交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所compan的正教旨